好,再看到位在吉安湘的慈恩艺术村 5月中疫情爆发之后 园区的艺文活动因此都暂停了 园区决定在期间调整转席升级的计划 包含了主题的建筑改建 重新粉刷墙面 以及规划艺术家进驻等等 来为艺术村带来新的艺术能量 也为花莲带来更多元的风貌 位在吉安湘的慈恩国际艺术村 秉持让艺术走进社区 将国际连接在地的理念 推行各种社区艺文共创互动 自从5月中疫情爆发后 园区工作坊以及社区艺文活动 都暂停办理近两个月 慈恩国际艺术村负责人吳宥琪表示 园区也在期间进行和调整2.0转型升级计划 包含主体建筑、墙面以及艺术街等规划 慈恩国际艺术村 今年目前正在进行的转型计划 主要是将过去 我们使用的是这种开放式针件的方式 所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留下了很多壁画的作品 我们经过完整的收录、储存 未来也会在网站上面跟大家分享 今年这个2.0计划 主要就是要把我们的墙面 主体建筑 还原成一个最原始的白纸状态 这样子能够让更多的艺术家 他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他可以有更多环境去思考 就是说他自己的创作形式 而非就是说可能来到了一个 四处已经被填满的空间 这也是我们的定位上面 要做出一个比较专业性的升级 所以我们要为未来的艺术家 保留他们的想象空间 未来的作品 也会更多的是在社区 以及在我们的市场 还有我们跟花莲在地的一些相关的协会 以及其他单位来做一个连结 所以会采取一个相对比较辐射延伸的 一个艺术介入的方式 也期待可以跟大家用新的面貌来互动 慈恩艺术村驻春计划 驻春征建结果也在12日出炉 8月起将邀请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为艺术村带来新的艺术能量 聚焦探讨当代社会的海洋 农业 饮食 人与人之间的现象等议题 再规划系列工作坊 以及社区活动和民众互动 值盼为花莲带来更多元的艺文新风貌 更多详情请搜寻点书粉丝页 慈恩国际艺术村 记者蒋帮彦只能相报导